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在流体力学里面 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一个方程式我们叫做伯努力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它的讨论的内容呢 主要是告诉你说当这个流体 就是吻合这四个条件的流体 一个是吻流 然后非旋转性 非粘质性 以及密度不会改变的这种流体 当它通过一个封闭的导管的时候 它的这个压力的变化呢 之间的产生的一个关系 那同学都有看过这个消防队在救火的那个经验 那个 那个喷水的它那个压力呢 为什么会那么的大 就是受到这个伯努力方程式的这个影响 因为喷水的这个地方呢 它的那个喷水呢是装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出水口的话是在那个建筑物的里面 它有一个送水的一个机构的一个设计 那出水的压力很大 它就是受到这个影响 那任两点之间 我们就随便取两点 进水的压力呢 假设是P1 那出水的压力呢 我们假设是 P2 那P1减掉P2呢 因为它这个整个公式的导出呢 它是利用这个 非保守力 非保守力对整个系统 因为压力的话 也是因为有外力的关系 所产生的 这个非保守力所做的这个进攻呢 就等于整个系统的力学能 就是动能加未能的变化量是相等的 利用这种关系呢 导出的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 其实如果更明确一点来讲 就是进水口的压力 加上这个二分之一的Law 这个Law呢 是指流体的密度 再乘上这个流数的平方 这个流数呢 是通过这个进水口的 这个洁面积的流数 然后再加上这个DGH 这个Law呢 就是液体的密度 G乘上H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就是指它的这个重力未能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设一个 这个参考坐标 等于说流体通过这个导管的 任何一个点 它的压力 当时的压力 加上这个流数的平方 这个水才会往这个方向流动 利用这个非保守力所对整个系统所做的功 这个就相当于是重力未能的变化量 那这个部分呢 就相当于是动能的变化量 就是最主要是探讨他们之间的一个数学关系式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这个伯努力方程式呢 在水平导管的运用 因为它是一个水平导管 那我们曾经讨论过就是 当流体通过一个水平导管的时候 它的流量是固定的 就是截面积跟流数之间的一个关系式 它的流数会跟截面积呢 成反比 那现在如果把伯努力方程式的观念呢 加租到水平导管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压力的变化跟流数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数学式子里面你可以发现呢 因为它没有一个高度的变化 所以这个高度的变化我们就拿掉了 那你可以发现当它的压力变小的时候呢 它的流数就会变大 因为你看V2的话是 通过这个比较小的截面积的流数 那可见呢 P2一定比P1来的小 意思也就是说 当它的流数如果是减小的时候呢 压力就会变大 那流数变大的时候呢 压力就会变小 那我们来看这个 一个变化球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是一个变化球 当王建民投出一个变化球的时候 如果他想要变成一个下坠球的时候 他就让他这个球呢 在空中呢是顺时钟旋转 为什么说是顺时钟旋转呢 因为空气它会产生一个流线 那这个流线在这个球的下方 这个流线的方向呢 跟这个球往这边转的这个方向呢 是一样的 是一致的 它的流数呢就会变大 流数变大的时候呢 压力就会变小 那它这个球的上方呢 因为流线是往这个方向流过来 那这时候刚好跟它的这个球的速度的方向呢 是相反的 所以这时候它的速度呢会变小 速度变小的时候压力就会变大 所以到了打击者的面前呢 它自然就会变成一个下坠球 那上飘球的时候 它的原理呢就跟下坠球刚好是相反的 它是一个逆时钟方向旋转的一个球 所以在这个球的上方呢 因为这个它转过去的时候 这个球的速度的方向呢 跟流线的这个方向呢是一致的 所以这时候速度呢就会变大 压力就会变小 所以它到了打击者面前呢 自然就会变成一个上飘球 那我们来看一个计算的一个例题 假设呢 有一个没有盖子的一个水塔 所以它的压力是大气压 那它的出水口设在底部 这是一个水塔 里面装了很多的水 那我们把这个水龙头呢 放在这个底部 那我们利用这个 因为但是水塔的洁面积很大 所以呢 当这个水流出来的时候 它下降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的 我们可以把它定成零 那当次的水位高呢 假设是H 那我们把这个水龙头打开以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薄努力方程式呢 来算出这个水的这个流速 那就等于是水口的压力 然后这个加上二分之一密度 水的密度 那再乘上流速的平方 对 然后加上DGH 我们把这个参考座标呢 设在这个出水口这个地方 那就会等于P2 加上二分之一的水的密度 再乘上出水口的流速 然后加上这个DGH 这个设成二 这个设成二 那因为这个出水口 我们是把参考座标设在出水口 所以这个就不要了 那两边都是大气压 所以这个也不要了 因为两边是相等的 那因为它这个水面下降的速度呢 很慢 所以这个V1也设成零 那根据这个公式呢 这个密度是相等把它杀掉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可以 得到出水口的这个速度呢 跟那个自由落体的这个 掉下来H高度的这个速度呢 其实是一样 是等于二GH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水 如果浄得越高 越满的时候呢 它这个流速会越快 那等到水位慢慢的下降以后 你可以发现 当它降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这个流速就会等于零 那以上呢 是有关这个 伯努力方程式的介绍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们下期再见 做什么事 可能就算了 没见 如果需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